後退一點點 好謝謝大家這麼熱情第一個獎就一直拍還沒有哪位要補的沒有話來這邊OK 導演要叫你再服一次眼鏡 導演 這樣有廣告閒語 OK 都可以了 好那我們把麥克風給導演幫導演拿一下講座 導演繼續留在台上跟我們分享一下得獎的心情好嗎 現在有沒有比較安穩一點跟他講講得獎感想 沒有 就是今天一整天就朋友就在問我有沒有很緊張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其實沒有我覺得 基本上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派對 對 就跟很多跟我一樣愛電影的人就相處一個晚上這樣子 然後你知不知道剛剛開場那個短片我看到哭了 她最後她說張姐她說電影龜一起拍下去然後我就哭了 對 這是因為沒有我最近其實也在想 應該說我拍完了年少日之之後 我其實就是心裡有點狀況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繼續做電影這樣子 然後最近一直都在想這個問題 然後那個開場那個短片好像跟我說你要繼續啊 這樣子 對 然後我也沒想過 就是我不確定啊這個得獎的感受就是我還一直在想這個事情 你昨天其實已經先拿到觀眾票選的最佳影片了吧 對不對 對 對 那你昨天拿了獎 現在又拿了獎 有沒有感覺到那個整個台灣的那個觀眾們 還有金馬的評審們其實對你這部片子有非常高的評價跟期待啊 所以理論上不是理論上事實上你根本就應該繼續拍下去啊 可是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就是我之前聽你說過其實這個作品是你處在一個 在考慮是不是應該要離開這個電影工作 然後呢決定拍一部 就是至少拍了你才甘心的作品 所以選擇了就寫了年少日記這個故事拍了這個作品嘛 可以跟大家聊聊這個部分嗎 我之前嘛 之前就是因為香港有時候開拍電影很困難 然後我一直都當年少日記是我可能是我最後一部電影 因為未必有第二部這樣子 對 然後有一天就是他入圍了一些獎項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我一些沒有 我當時對我來說跟現在一樣 就是很翹現實 對 都一樣 對 因為金馬獎 我是一個唸電影的人 然後大學的時候就已經看金馬獎 都十幾年了 然後很多得獎的人都是我的偶像 我怎麼會想到有一天我可以在這裡呢 對 我的感覺就是很翹現實 我還在接受這個事情 對對 我還在處理啦 我的CPU 好 那謝謝卓越謙導演的分享 也恭喜卓越謙導演獲得斑街金馬獎的這家新導演 你剛才已經被那個開場影片感染了 又得獎了 所以一定要給我們第二部電影啊 好 恭喜 謝謝導演 謝謝 謝謝 我們請導演到文字流氓區了 謝謝 謝謝 謝謝